好真的是贼心该败苗栗竹男有一名窃贼没有钱缴健保费 他就拿油鸭剪来破坏铁窗进入民宅 准备偷窃的时候被屋主和友人发现 两个人发生了扭打 窃贤就拿酒瓶把屋主朋友砸得头破血流 送一缝了16针 而66岁的嫌犯也随即被扭送罚办 嫌犯正在铁窗前拿着油鸭剪把铁窗铁条剪断 进入民宅那要进行偷窃 这边屋主有人发现在客厅扭打成一团 他是因为他工作不稳定 然后健保已经被停用了 然后要看医生没有钱 所以说他就去做省切的动作 再看一次两人一路从阳台扭打到客厅 66岁中心嫌犯随手拿起酒瓶 就把屋主有人头上砸当场头破血流 整个人跪倒在地上送一后缝了16针 因为范贤曾经在屋主的店里消费过 然后因为屋主可能认知犯险 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被你看到了我就要你的命 嫌犯因为没有钱缴健保费无法看病 就拿着油鸭剪破坏铁窗要进行偷窃 但却被屋主害有人发现 双方扭打成一团 屋主有人头部被酒瓶砸伤 中心嫌犯不但没钱看病 还要被依法送办